这场比赛确实是一个世纪大战 因为马拉特刚刚击败过巴塞 应该对泰国选手非常的熟悉 所以魔动一场赞有可能心理一场的一种 对于亚桑克莱 我们都知道他是在传统泰拳领域是第一人 而且内围战术杀伤力是非常的大 在赛前马拉特也是这样说的 说这个规则群对我有利 刚才是一击前手的半身 这个马拉特的拳马非常的快 而且刚才集中了这个亚桑克莱的头部 马拉特的一个连续组合 直接有命中 直接命中了这个亚桑克莱 这个腿非常的重 连续多发 漂亮了 三个 四个 四个 五个 同一角度 马拉特的这个手臂已经完全红了 漂亮 非常简单啊 非常重效 泰拳的这个腿啊 就是非常的浅重 而且非常有节奏感 他们身形来说 我们都知道亚桑克莱的身形啊 好像像一个坎克一样 他并不是那种刚桃式的体型 亚桑克莱连续对头一个地方进行持续的这个重腿攻击 这双方的风格表现得非常的明显 是的 对 啊 刚才的拳非常重 好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大家印象中的亚桑克莱 亚桑克莱 把对手 拳王之一八赛他不是说是好像看下来他可能随时就就可以吃吃这个致命性的环击的对 双方有一期的拼拳又是一腿 看说打紫了这个右臂 是 而且啊这种 这种腿法的变换 我就是后腿正灯 我要不就正灯 我要不就扫 我要不正能要不就扫 对 他没有说是很花烧的动作的变换 对 延续 又是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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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个 马拉特 第三季比赛号一分钟要结束了 不知道马拉特能不能找回之前打败八猜的那个马拉特 但这个比赛这个这个顺序万变 随时都可能改变 是 经常看到戏剧性的场面 刚才啊这几腿踢上去就好比是踢到一个 踢这个沙包的这种感觉 对 这个马拉特靠击打能力也非常的强 亚克克莱的拳渗透力也是非常 因为他穿透了这个 呃高举双手的马拉特 还是从中间过去 对 大家看到从旁边的角度 腿从中间的拳 主要是马拉特要防他的这个腿 所以那个中间有时候稍微留了一个缝 他几个就是简单的这种角度变换 就让马拉特 这个 这一场比赛 比赛结束了太惊心动魄的比赛 这场比赛可以说呀 这个亚三可莱又一次展示了我们所熟知的亚三可莱 但是呢 是在马拉特的身上展示了一个熟知的马拉特 亚三可莱 这个比赛太精进动魄 太精进 赛结果 红方圣燕的 远着 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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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三可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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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三可莱